明星的故事 這個叫做少少透視空間鏡 讓畫家純粹掌握 再改成空間鏡 另外說一個學術的字 那個叫做超現實主義 將不同東西放在一起 有一個激化的效果 叫做超現實主義創作方法 即是說,可能離家裡這麼大這麼遠,旁邊有一個人 這樣就是讓別人的讀者看看究竟這個組合是什麼意思 所以是引起很多讀者聯想的作品 所以除了我,其他評判也一致認為這是最好的創作策劃